一杯檸檬梅子 午餐後來杯酸甜的檸檬 手搖引解膩 這檸檬來自哪裡呢 用的就是那個 這邊寫的這個檸檬 葡萄檸檬這個 檸檬汁喔 對 櫃檯旁就有小告示 本店檸檬汁用整顆檸檬榨的 強調來自屏東酒儒 還有高雄老牌檸檬汁 也用同產地的 這檸檬跟菁姐是哪裡的 屏東酒儒 好像都是他們那邊來的嗎 臺灣的檸檬70%來吃 老闆說他只用屏東酒儒的檸檬 因為香氣酸度最好 屏東日照充足 檸檬產量佔全台的七成 尤其酒儒香的檸檬更是知名 只不過過年前 價格還跟往年差不多 一斤40元左右 農曆年之後一口氣崩跌七成 跌到12到15元 農民懷疑有人操控壟斷 農業畜說是品質跟天氣影響 防止不肖批發商打著 酒儒檸檬名義行銷 當地農會也註冊了 酒儒香檸檬的商標 避免酒儒香檸檬名義被濫用 至於台南關廟鳳梨 則是因為寒流液潑 溫差大出現裂果 一抽又一抽的鳳梨 運到農會收購後送加工 避免刺激品流到市場 影響正常的價格 TVBS新聞張蒂玲 顧手昌黃曉琪 台南高雄最後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